10月恒指成份股走势減月 踏入第四位,总括港股10月份的发展 无疑是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 幸而传统股灾月的魔咒未有应验 恒生指数在今月初受证局影响一度急跌近500点 后来中美贸易谈判有进展 加上港府新政策利好本地地产股 大市急速反弹 随后下半月走势淡静 呈交着状态 主要是市场缺乏方向以及消息刺激 大市本月以来累升575点 几度徘徊27,000关口 可惜无力攻顶 重磅蓝炒受制于外在或内在因素而表现平平 个别中营股反而偶有佳积 投资者普遍都炒股不炒市 待机而行 市场预期 恒指短期内将继续缺乏急升条件 同时亦不容不是多个影响后市走势的因素 美国联储局议息 中美贸易谈判进展 英国脱欧风险未除 香港社会局势不稳 中共四中全会等 坊间相信 11月市放股压甚重 投资者指而作逼上官 官望港股能否突破27,000关口的阻力位 昨天周三 30日 是恒指10月份结算日 一如往常 我们将今月和9月的结算日市价作比较 整理出10月10只跌幅最大的蓝筹股 供各位参考 排行榜首位是恒龙地产101跌4.69% 现报17.08元 恒龙在今月中旬经历五年跌 一度累跌于4.6% 恒龙在香港主要持有收租物业 主要为铜锣湾商场及商下 饱受本港近期社会事件影响 由于恒龙的农地储备不及其他地产商 未能受为港府放宽首治案 涉及增加土地供应政策 加上 集团业务集中内地 也受人民币贬值影响 第二位是内地电讯商中国联通 762跌4.64% 报7.81元 联通日前公布 截至9月底为止 2019年首三季盈利 98.23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加11.9% 但总收入按年跌1.18% 至2171.2亿元人民币 而联通在2019年 伺候之余算达到80亿元人民币 财报反映联通营收持续下跌 此消比场下经形成压力大 第三位是内地科网巨头腾讯控股 700跌4.01% 报316.2元 腾讯指公司被纳入内地电讯业务经营不良名单 加上竞争对手抖音母公司自折跳动传来港上市 令凭信股价受累 沽压明显增加 其余排名顺序如下 第四位是恒生银行 11跌3.95% 第五位汇丰控股 05跌1.17% 第六位是中电控股 02跌0.79% 第七位中国海洋石油 883跌0.67% 第八位是跌0.51% 信和置业 最后 在港中华煤气03 以及中国移动941 分别跌0.39%及0.31% 进占第九及第十位 会计会最后提醒大家 以上内容不作投资决策依据 资料仅供参考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謹慎 好 今天先看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